可是院长你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营养素的话 它应该要接济母乳的含量 对不对 所以说过跟不及都不好 你知道哦 上海的妈咪 你应该也有那个经验 就是我们有很多新手妈咪 在选择这个营养素的补充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迷思 就是觉得说 这个营养素越高 含量越高 好像就越好 其实院长事实上不见得如此 对不对 不是说哪一个含量 哪一个营养素含量越高就越好 它其实长期的 这个不均衡的营养素的摄取 也会对宝宝造成 不见得这么好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要了解 所以婴儿配方事实上 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产物 因为以前很多人 一直要喝母奶 但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后 这些妈妈可能到职场去 就会发生了一些问题 所以婴儿配方刚出来的时候 就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替品 但是代替品一段时间又发现到说 给婴儿配方以后 它的死亡率下降了 因为以前是没得吃 就死亡率很高 现在死亡率下降了 但是它的致病率并没有下降 就是反而很容易产生很多很多的疾病的意识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所有的奶奶的产生就开始研究 到底要怎么改变 怎么改变到最后就发现到说 如果以母奶当作一个standard 尽量跟母奶温和的话 那么它就可以使这个致病就减低到最轻 也可以得到最好 当然母奶也并不是说 我喝了母奶就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问题 母奶它也有一些缺乏 比如说铁剂它不够 比如说维他命D它不够 这个都另外要额外再去 做适当的补充的 那婴儿片方就发现它这样的不够 他就跟它嫁进去了 但是它的缺点在于 母奶在现在来讲 还是有太多太多 你没办法去制造的东西 所以我们是建议 喝母奶你还是至少要四到六个以上 最好能够制造一岁 但是六个以上叫添加护水平 像凯云这样的非常的标准 凯云妈咪 你会给小朋友就是选择 婴幼儿的这个幼儿配方吗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营养素啊 补充之后 像是宝宝在喝完母乳之后啊 的下一个阶段 你会怎么样帮宝贝选择 这个婴幼儿的配方 我刚刚有提过了 我会注意它的营养素 还有厂商 然后还有它在哪里制造 因为其实我的小朋友三岁多 可是到现在都还是有喝配方奶的 因为 其实小朋友在这个阶段 就算他吃东西 因为他们的整个牙齿啊 各方面啊 咀嚼吞咽 其实都是不断在学习当中 所以他没有办法摄取到非常均和 那有带过小孩的人都知道 小孩比方不喜欢吃菜或什么之类 一大堆的 所以我的观念就是说 比方每个阶段不一样 比方他刚开始是全母乳 那接下来开始添加副食品 那就是还是以乳为主要 然后副食品为次要 那个比例是这样子 但是等他越来越大 就是变成说 他跟我们一样吃三餐了 但是我没有因为他吃三餐 我知道有些妈妈是 我有朋友也是这样 就是吃三餐之后 他就没有让小朋友喝奶 他觉得他都吃饱了 不需要 可是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爸妈的观念 一直告诉我说 那个营养就是在 配方奶里面 有一些是 平常可能会忽略掉的 所以我们都还是会让他喝 就睡以前 就刷牙之前 会让他喝 还有早上起来的时候 也会喝 所以他到现在还在喝 对啊 因为我们也不像院长一样 拥有36年的经验 我们也不是专家 所以我们只能靠 就是可能 这个幼儿的配方奶 给宝宝一些 可能我们平常会忽略掉的一些营养 对不对 院长 那刚才凯文妈咪有提到 所以他会选择 因为他的观念 他的专业 所以他会选择给宝贝 有那个幼儿的专用配方 那可是有很多的妈咪 一定都会觉得 那我如果选择鲜乳 来代替这个专用的配方 这样是可行的吗 理论上 他们两者的差异在哪里 因为时代的不同 他观念之间在改变 我们30多年 我们刚刚刚在当医生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医生 一直是小医师 主张说 你6到9个月就开始喝鲜奶 因为那时候经济状况不好 母奶喝到一定的阶段的话 事实上30多年喝母奶不多 那时候大部分喝婴儿配方才是高竿的 因为喝母奶的认为说 你们老婆没钱就买你 就会发生这个问题 可是现在时代不同 我认为说现在是 喝婴儿配方的话是 最好是喝母奶 因为这个是 认为是对小孩的效果最好的 对他办法是最大的 那你如果都是要喝婴儿配方 或者喝鲜奶的话 鲜奶在一穴里面是不太建议的 因为一穴里面他你喝鲜奶的话 好多好多的病发症会出现 也容易会有出血的那种状况 你虽然外表看不到 这事实上在大便里面是有血的 会有常常这样的状况 那一岁以上就渐渐应该可以 从学里上是可以考虑 就一岁以上就可以喝鲜奶的 但是现在一个问题就出来 我们说一般在一岁以上的话 就把一些固体食物 就渐渐变成主要的食病 把这些鲜奶或其他奶类食品 变成护食病 但是现在的一些工艺社会 很多妈妈都很忙 我们都了解说要做什么做什么 可是妈妈没有办法 把那么多的东西自己去炒 自己去做 来给这个小孩子吃 所以厂商在这个时候 他就会设计一个说 大开目前的小朋友 在这个阶段里面 哪些营养是比较缺乏的 所以他就制造出来 跟介夫在鲜奶跟婴儿配方 之间的一个产品 这个就是所谓的幼儿的成长奶 就是这个成长配方 那这个会从学理上面 它不是必要的 但是从实际上面 它是有它的需要性的 这样各个人你可以了解 就从学理上我们是 最好就是说 这个妈妈这个时间到了 一直喂 那这个妈妈就不要上班 在家里就一直帮这个小孩子 准备生活的营养 现在的社会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所以就变成它有它的需要性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特别特别介绍 刚刚譬如说谈到蛋白质 我们都知道蛋白质到哪一种比较高 我们以前常常会问 我们的这个助医师说 你们有没有听过 很多吃婴儿配方的 他们六个月就要改成较大婴儿配方 为什么要改 没有人知道 因为电视上面说要改 大家都要改 因为电视上说的 其实这个问题在来说 这种改的当中 它有一个概念 就认为说 哇小孩子成长比较多的蛋白质 所以就要改较大婴儿配方 交代婴儿配方的蛋白质是比较高的 我们一般的这个婴儿配方的话 一般是免170代1.5公克 反而母奶是比较少 大概1公克左右 交代婴儿配方大概2.5公克左右 各位知道鲜奶都高吗 鲜奶是3.4公克 所以你如果是要较高蛋白 你就喝鲜奶就好了 不对啊 所以那个在那个 我们要讲说婴儿配方的事实上 在美国全世界最早最早订了一个 婴儿配方法案 是1981年美国国会订的 在婴儿配方法案 在1986年开始施行的 他稳额这些 那时候订了29点 稳额这些的 他就在婴儿配方 里面有一个规定 蛋白质的量量 每100cc 不可以超过3公克 他就制作这样的规定 所以交代婴儿配方 他没有超过2.5公克 那为什么交代婴儿配方 他的蛋白质还比较高 因为五六隔月七八隔月以后的小朋友 那奶量减少了嘛 我刚跟各位解释过 减少成637星 那你把这个蛋白质拉高 它每天的需要量 每天的摄取量并没有比较多 就是差不多 也原材料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六隔月七隔月开始要 添加物食品的时候 如果奶量够的话 要添加是以热量为主 而不是以蛋白质为主 但是因为婴儿配方把它 那个交代婴儿配方把它拉高 或者是婴儿配方 再把它拉高一点点 就是介乎在这里面的一个产品 婴儿配方跟所谓的鲜奶 之间有一个产品 假设是你自己可以煮很多东西 照那个书上面跟你建议的 那你当然就 喝鲜奶就过了 它也是可以的 一岁以上就可以 但是你如果有困难 就是我刚刚讲过 还是某些缺乏 那么我有一些长大 就把这个缺乏都加在里面 你就等于说是一种 那种素食品就对了 对婴儿来讲 对婴儿来讲是一个素食品 也减少了其实妈咪很多的麻烦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会忽略的地方 好 所以刚才院长有给我们 其实很专业的建议 就是我们又拉回来到 其实每一个阶段的婴儿 他所需要的营养素 他所需要我们提供给他的 都不一样 所以说鲜奶 它跟我们的这个 幼儿专用的配方 真的是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要告诉所有的新手妈咪 好 那在这里 刚才院长又有提到鲜奶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要问一下可以妈咪咯 那如果说像现在我们的这个市面上的 其实我们知道零食 诱惑非常大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样去给小宝贝这个很均衡的饮食的习惯 像你自己在家里 你有以身作则吗 有给宝贝就是从小有这个正确的饮食的这个环境吗 就像刚才院长说的 我们要均衡 你都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 我知道之前有个研究就是 人类啊 最喜欢什么味道 大家可以猜猜看 只有一种味道 婴儿会露出笑容 那就是甜味 如果大家有尝过骨奶的味道 会知道它很甜 其实如果你尝那个小朋友的配方奶也是甜的 但它那个甜又跟我们平常喝什么 这种奶茶那个甜又不一样 但总之呢 人是喜欢甜这个味道 然后很多小朋友 他们对于其他的味道 像小朋友说辣辣 他就不敢吃 不敢胡椒啦 或什么 酸 对 酸还好 小孩还好 但是辣我发现 因为包括我姐的小孩 就是他一开始对那个味道会很 抗拒很怕 然后苦啊 什么等等的 所以零食其实对大家 我想应该很多人喜欢吃吧 非常有诱惑力 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团购啦 天天都在购 然后所以零食跟这些糖果 对小朋友来说 当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那这个时候 就是因为你知道他在成长阶段 什么东西让他吃对的比较重要 还是那个原则 就像我在怀孕阶段 你吃的 就是不是吃很多 而是吃对东西 然后他现在重要的成长阶段 你可以建立他比较好的饮食器官 还有观念 以及吃对的东西也是比较重要 但是当然其实一定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阿公阿嬷会给啦 然后哪里会给哪里会给 小朋友就会吃 或者他会要 那你只能尽量去避免那个状况降低 或者说找一些替代品 比方说 糖果的话 那我就会买这个葡萄干啊 或者买一些水果的果干 就让他吃这样子 然后果干还有点咀嚼 可以训练小朋友的咀嚼 然后另外呢 像是饮料 小朋友也很喜欢喝汽水啊 喝什么 那尽量选择一些果啦 优酪炉啦 或者说 痘浆 像现在小朋友比较大了 他的饮料之一 就会是牛奶 就是说 我的配方奶 我还是会给他喝 因为我刚提到了 我们除了正餐之外 然后早晚会给他喝配方奶 去补足等等的 那但是他的饮料 如果他要喝饮料 当然尽量可以吃给他喝白开水 那如果他要喝饮料的部分就是 就尽量让他选择 比方果汁 就比较健康 然后 油露炉啦 鲜奶啦 豆浆啦 这一类相对比较健康 那我有朋友是这样 他们也好爱吃零食哦 可是我怕被小朋友看到 小朋友说 为什么你可以吃 我不可以吃 所以他们就躲起来吃 就等小朋友睡着之后躲起来吃 我朋友是这样 对 那我也是尽量不要让他看到 就比较 就是尽量你不要在家里头摆这些东西 他就比较不会接触到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大人有的人说 我吃吃了一堆东西 没关系我吃甜点是另一个 喂 大家一定听过这种话 对 我们大人可能 我们也时常在说这种话 对 我们大人可能可以 就是反正你的容量 或许比较大 比较有弹性 可是对小朋友来讲 他的容量没有这么有弹性 他就小小一个身体 他就是只能容那么多 你让他吃了一大堆零食米干之后 他就吃不下正餐了 对 所以那就没有办法吃 你希望给他那些营养 或者你希望他喝的配方奶 或吸收的东西 所以相对他的 就是零食比较需要控制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大人养成了他的那个吃饭习惯 也很重要 就从小我们就可以 那个正确的饮食环境 对 就尽量 因为小朋友如果吃零食的话 他其实是他的那个正餐 正规餐点 他就对 他就吃不下了 他就不吃了 那可是我相信现在 一定有很多的妈咪都有这个困扰 就是他可能之前没有注意到 那就已经养成了小朋友 比较不正确的这个饮食的环境跟观念 那造成很多小朋友 如果他现在已经 比如说营养不良 或者是说他食欲很差 那他的可能成长的速度 就会比一般的小朋友来得慢 来得小 甚至于很严重的会影响到他的学习力 那一是如果现在有很多的妈咪已经碰到这样子的问题 那他们应该怎么办 你有什么专业的建议 叫他来找我 直接 直接 换我的门诊 我们就跟他专门来就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现在就先给我们所有的妈咪 因为在我们的门诊里面 像我在台北门诊里面的话 我旁边都有跟一个营养师 他每一次来的时候 他如果碰到这个问题 我们马上做营养编辑 因为他要吃什么吃什么 全部都做一个纪录 因为那个纪录里面我们就看他缺什么 我们跟他做适当的补充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刚刚谈到这个奶的这个问题 事实上有一个概念就是 大人可以吃小孩子的奶 小孩子不可以吃大人的奶 这个概念大家要知道 所以简单说你两岁的时候 一岁的时候 你要吃英语的奶 可以不可以 一岁的时候可以吃较大英语的地方 或者吃什么成长的地方不可以 这个就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这样子 当然这个要这个当中要牵涉的 就是说刚刚所谈到的 就是因为你鲜奶 它本身已经很多很多的成分 就是适合大人在吃的 那你如果吃英语的东西的话 它经过改造过的 比较适合母奶的这个产品 那么所以现在一个问题 我常常会跟厂商讲说 假设你们的所谓的幼儿成长奶粉 它的价格是比鲜奶还便宜的话 我会教他们全部都吃你们的 不用喝鲜奶 因为贵比较贵嘛 因为你经过制造过程 我了解大家有很多很多的配方 大家要积很多的精力 要怎么样把它改造 势必你就比它贵 但是因为这是价格的问题 我们现在还是比较便宜 比那个成长配方 但是知道就是说你现在的过程当中 你恐怕有一些东西真的是会不够的 不够的刚刚刚谈到的 就是很多东西你要去注意 只是说这里面真的是牵涉方法太广 一般的话如果说它没有造成 营养不良的时候 一般我们就跟他做个建议 怎样来做这样就好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营养不良的时候 我真的是强力的建议 就是要找小卫生哥医师来看 我们必须要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 我们跟他做一个设计 那有时候很多人的概念上 常常会以为蛋白质就是一切 那我说是蛋白质是最好确实是错误的 那可能跟我们华人 长久以来我们的历史上 他们所写的有关系 这个在冰湾马乱的时候 大家都是吃树皮啃草根 所以蛋白质变得很重啊 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大家都会发生这样的误解 所以我们了解到 我以前长长开玩笑说 一个妈妈她会来跟我讲说 我的小孩子两岁了 她什么东西都不吃 所以我就天天就熬鸡汤给她喝 那因为怕太油 我把油都把它滤掉 小孩子喝鸡汤里面就一点点氨基酸 一点点糖 那一点点脂肪 脂肪也不多 因为我把它滤掉了 到时候肌肉水汁都是妈妈 所以妈妈越来越胖 小孩子都不会胖 体重都不会增加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她忽略掉了 要一个均能 那糖和脂 这三个就是要一定的一个比例 所以我刚刚只能够做一个建议 当然某些情况之后她是缺铁 我刚刚讲过 因为很多人会缺铁 我这边再呼吁一下 就是说全世界的爸爸都是一样的 到两岁左右 几乎所有的小孩子 他最容易缺乏的有四种 一个是钙 一个是铁 一个是鑫 还有一个Foregase就是叶酸 其实其中的铁剂如果不足的话 会影响到这个小朋友食欲会不好 而且会有意识癖 意识癖就是用 拿东西 拿东西放在嘴 还是说头发拔着放在嘴巴 这个意识癖的 有点都是跟铁剂缺乏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如果先从这边去做一下补充 如果可以改善到最好 如果真的有特殊的专门 他是不足的话 那么应该与专业这边 来跟他做一些建议 当然他可以先尝试说 他刚刚有说过就是 因为很多厂商 他借着很多很多的专家 已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阶段里面 比较容易发生营养不足在哪边 他已经给你设计在这个地方 你不妨再试看看 吃了如果有效就吃 如果没有效就要找医生了 应该要这样说 所以摄取均衡的营养素 院长很重要对不对 而且什么样的阶段 要给什么样的营养素 其实像我们的这个系列 都有帮你设计好了 也有给幼儿专用的配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均衡的 怎么样均衡的去摄取这个营养素 是非常的一个关系